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发现闺蜜的老公背叛婚姻后 我犹豫了很久 看着怀孕的闺蜜还整天在朋友圈秀恩爱 话就更说不出口了 我和闺蜜徐静雪是大学社友 她和老公曲伯曾是校园里的模范情侣 我亲眼见证了曲伯是怎么把徐静雪宠成小公主的 没想到有一天也会亲眼看见她跟别的女人开房 我应该立刻告诉闺蜜让她及时止损 可她现在怀孕还不到三个月 就怕她情绪太激动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就不好了 毕竟她能怀上我老公的孩子 我在其中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一年前我就察觉到我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女人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而一个男人不爱你的表现又那么明显 但那时候女儿统统还在 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我没有捉奸闹离婚 而是选择了隐忍 我甚至反省自己是不是对老公缺少关心 再三考虑后决定辞职在家做个贤妻良母 又一直明理 按理地敲打老公 可事实证明 狗改不了吃食不是因为食有多香 而是她天性如此 但知道老公的出轨对象竟然就是徐静雪还是在三个月前 也是在那一天 我才知道女儿童童的死竟然另有隐情 我和老公隐胜没有徐静雪和屈博从校服到婚纱的浪漫 就是相亲认识的 到了年纪 觉得彼此合适 家里又催得急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就有了女儿童童 她是我的小天使 让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幸福温馨 可半年前 一次寻常的超市购物 就在我排队结账的功夫里 一向乖巧的女儿却突然冲上马路出了车祸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天拨开人群 看见女儿躺在血泊中时的情形 仿佛全世界都在眼前虚化 眼里只剩下那一片刺目的星红 童童走后我沉浸在极端自责和愧疚之中 分不出心思 再去管其他事 老公也表现出了伤心欲绝 我以为女儿的死让她幡然悔悟 回归家庭 直到三个月前收拾换祭衣物时 无意间从老公许久不穿的外套口袋里 掏出两张电影票 电影票上的日期正是女儿出事那天 而影院地址恰好就在那家超市楼上 散场时间也都对得上好 一个可怕的猜测突然涌上心头 我瞒着老公 费了一番功夫 拿到了童童出事时间段的超市外围监控 然后看到了全部真相 原来一向乖巧的女儿突然乱跑 是因为看见了爸爸 他高兴地想要上前给爸爸一个惊喜 他不知道自己撞破了爸爸的婚外情 也不知道爸爸正是因为听见他的声音才落荒而逃 他只是单纯地以为爸爸没有听见 于是追得更加认真 以至于忽略了身边危险的来临 看到监控画面中 老公和闺蜜回头没有看见女儿追来时松了口气的样子 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因为我想起了女儿走后老公痛彻心扉的哭声 闺蜜 不回家也不是个事 不然你主动给他递个台阶 这是就算这么过去了 徐静雪被屈伯捧惯了 就算出轨都出得理直气壮 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果然 他挚地有声地撂下一句 他做梦 屈伯家里是开场的 算是个富二代 所以婚后徐静雪就过起了住别墅请保姆的父太太日子 唯一不如意的 就是两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 婆婆因此对徐静雪颇有微词 但屈伯一直都很维护她 而我正好无意间发现了屈伯无精子症的秘密 但她碍于面子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连徐静雪都不知道 所以我做的 不过是在徐静雪面前替她担心生不出孩子将来被扫地出门 转头又在老公面前提起不能给她生个儿子的遗憾 勾起她的邪念 我当年生童童时大出血只能切除子宫 根本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但老公其实一直想要个儿子 又被我三天两头地提及 自然蠢蠢欲动 我不能生 但徐静雪能给她生啊 况且 曲博是家里的独子 要是徐静雪把孩子生下来 她的儿子将来就能白白继承曲家的全部家产 老公演红曲 博命好不是一天两天 她那点阴暗心思 我早就摸透了 等徐静雪被她算计怀了孕 不论孩子是谁的 她为了坐稳屈太太的宝座也会留下这个孩子的 这两个人心思各异 可他们都曾经是我最亲密的人 我对他们再了解不过了 所以轻而易举 就设下圈套 让他们钻了进来 徐静雪也不知道自己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但无论是谁的她 都会让孩子变成曲博的 我几乎能够想象得到 徐静雪用身孕跟曲博邀功的情形 却不知道她相当于是在亲口告诉曲博 自己给她戴了好大衣顶绿帽子 我认识曲博也快十年了 清楚她是个典型的东北爷们 疼媳妇 但面子大过天 所以 跟我预想的一样 曲博没有说出自己无精子症的事情 只是一口咬定徐静雪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 他故意这么高调地花天酒地 也是因为心里憋着气又不能说 所以只能这么做打徐静雪的脸 而徐静雪自以为瞒得天衣无缝 曲博出轨就是对不起她 哪里肯服软 听到徐静雪这口气我就放心了 于是又抛出了个钩子 你也别太较真了 男人能有几个不偷心的 你别看尹圣老实 在外面乱来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就当她是去上了个公厕呗 徐静雪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调 这怎么可能 我故作无奈地说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刚才打扮得人母狗样地出门去了 说是去加班 谁加班还喷香水呀 就在刚刚 因为徐静雪怀孕而空窗的老公难得想来临幸我 被我拒绝后不久就荣光焕发地出门 毕竟她能婚内出轨 连私生子都有了 那约个一夜情什么的就在正常不过了 只是从前我认为坦诚是婚姻的基础 对她太过信任 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 但也正是因此 尹圣对我毫无防备 轻易就被我找到了不少有力的证据 可徐静雪在电话那头坐不住了 比我这个合法妻子还着急 三两句话就挂了电话 听动静是出门去捉奸了 我则把手机一关 安安心心地睡下 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老公进门的响洞吵醒的 他冲进来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 给你打一晚上 电话了你怎么不接 你知不知道静雪差点流产了 他给你打不通电话只能打给我 我跑去医院从半夜折腾到现在 许伯不是个东西 你可是静雪最好的姐妹 赶紧去医院陪护吧 好一个恶人先告状 好一个倒打一耙 我冷眼看着老公气急败坏的样子 看来昨夜桌间的战况还挺激烈 徐静雪差点连孩子都搭进去了 而我老公也是个好样的 三两句话就把自己贴干净了不说 还让我去照顾他的小三和私生子 突然就想到彤彤刚去时 他这个罪魁祸首还有脸指责我没有看好孩子时的嘴脸 果然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我装作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然后先去悠闲地吃了个早饭 才不紧不慢地去了医院 医生说徐静雪有先兆流产的迹象 需要住院观察 徐静雪哭哭啼啼地跟我说 我昨夜好好想了想你说的话 本来是想去找趋薄复合的 结果就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话说的 倒像他是因为我才差点流产的 要不怎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也难怪他会跟隐胜臭味相投 真是都甩得一手好锅 徐静雪之所以这么多年 都只有我一个朋友 是有原因的 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影响下 她的性格敏感又自私 当初在寝室 她跟其他几个室友都合不来 只有我这个烂好人 愿意跟她交朋友 渐渐就成了好闺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长相平平 又性格沉闷 不会对她这个大美女造成什么威胁 但我知道 即便如此 她也还是嫉妒我 嫉妒我是家中独女友父母疼爱 嫉妒我生了女儿家庭美满 她抢不走我父母的疼爱 就只能抢走我老公的爱 看着我沉浸在虚假幸福中时 她心里不知道有多沾沾自喜 甚至童童去世时 她表面陪着我伤心 谁知道背地里多得意 没了女儿老公又出轨 这样的我就彻底比不上她了 永远只能当她的陪衬 想到这里 我就恨不得活活撕了她 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急 得有耐心慢慢来 才能让猎物自己走进陷阱里 然后 万劫不复 徐静雪拉不下面子 就拿我当枪使 窜夺我给屈伯打电话 我这个好闺蜜当然得替她鸣不平 当即打给屈伯骂道 你在外头灯红酒绿 知不知道静雪昨晚为了去找你差点流产了 电话那头的曲伯也骂了回来 又不是我的种 她流不流产关我屁事 因为开了免提 徐静雪也听见了这句话 她不可置信地吼道 屈伯 你混蛋 屈伯却突然冷笑道 徐静雪 看来你藏得够深的 连你最好的闺蜜都不知道你肚子里到底是谁的野种 电话被挂断 我义愤填膺地对徐静雪说 这个混蛋 自己出轨 还想 扑你 没门 等孩子生下来 咱们就把亲子鉴定书甩到她脸上 屈伯之所以现在还没跟徐静雪离婚 就是在等孩子出生后去做亲子鉴定 彻底坐实 徐静雪的罪名 他跟尹圣偷情是为了刺激也好 单纯就是为了抢我的老公也好 但绝对没想过要跟屈伯离婚 就算有了肚子里的孩子 他也是打算想让屈伯喜当爹的 毕竟无论是年纪长相还是家庭条件 尹圣跟曲伯那都是没法比的 是曲伯这些年来太惯着他了 把他惯得不知天高地厚 好日子过多了 就开始折腾 他真当自己能够随心所欲 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 却被现实狠狠扇了两巴掌 接下来的几天 徐静雪一直心事重重 好在肚子里的孩子没再出什么事 一周后医生就说能出院了 为了庆祝出院 我惊挑戏选在了附近一家新开的餐厅 正好巧遇餐厅老板 老同学邹盈盈 徐静雪和邹盈盈上学时就是互相看不过眼 主要是徐静雪什么都要跟邹盈盈比 多年后 久别重逢 人家事业有成花枝招展 她却刚出院状态不佳 周盈盈拿出胜利者的姿态 意气风发地说 周末就定在我这儿同学聚会 你们俩个可都要来呀 看着咬牙切齿 答应的徐静雪 我笑得意味深长 这可是我特地送给她的一份大礼 徐静雪是要在同学会上找回面子 但周盈盈显然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 同学会上两人暗戳戳地从衣品包包抵到房子车子 我就坐在一旁看好戏 安安静静地当徐静雪的陪衬 虽然徐静雪算是嫁入豪门了 但人家周盈盈才是真白负美 最后徐静雪还是在豪车上败下阵来 我听见有人感慨 果然嫁得好还是不如人家会投胎的 徐静雪当然也听见了 脸色铁青 我猜到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不出一个星期 徐静雪就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新车 要是没猜错 这豪车应该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差不多就是把老公手头所有能用的资金都掏了个干净 不出所料 第二天老公就突然打电话问我储存卡里的积蓄怎么没了 我故作诧异地说 爸妈说要给尹新买房子都借走了 他们不是说都跟你商量好了吗 听着电话那头老公愤怒粗重的呼吸声 我只觉得心头一阵畅快 尹新是老公的亲弟弟 也是公婆的心头肉 最近正跟女朋友谈婚乱嫁 但尹新有手好闲 一直在啃老 现在女方要求婚前买房 公婆就想让老公出钱付首付 我知道 老公介怀 公婆偏心一直没答应 所以故意装作不知情 悄悄把钱全都借了出去 老公是私企高管 年薪百万 看着风光 可除去房贷车贷交际应酬 一年到头也剩不下多少 我从前工作清闲月入两万 在这个物价惊人的一线城市也只够维持家庭开销和人情往来 当初我精打细算地省下这些钱 是为了将来留给彤彤做后盾的 现在就算把钱都拿去喂了狗 我也绝不会便宜了徐靖雪 徐靖雪开始在各种社交平台炫耀豪车 生怕别人不知道 显然就是秀给邹盈盈看的 邹盈盈虽然没换车 但各种奢侈品买着玩 四人飞机说飞就飞 一点也不舒振 要说徐靖雪的优点 那不服输肯定算一个 他彻底跟邹盈盈盈杠上了 每天就是各种买买买 曲伯是不可能再给他一分钱了 他豪至千金 花的还不都是隐胜的钱 我冷眼旁观隐胜一天天拆了东墙补西墙 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徐靖雪肚子里的儿子 他也真是够拼的 好歹夫妻一场 我自然得给他纸条名录 尹盈一直都有排饮 偶尔跟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玩点小钱 但还够不上赌博 但在我连着半个月 用他书房的电脑浏览境外赌博网站 并且在资料上填了他的手机号后 尹盈就开始收到网站的邀请链接 博人眼球的刺激广告词 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正规网站 脑子清楚的人 当然不会上当 但尹盛现在被徐靖雪逼的每天一睁眼 就想着从哪弄钱 在被短信骚扰了十几天后 他终于点进了网站链接 网站能经营这么多年 自然有拉克手段 其先尹盛应该赚了点钱 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徐靖雪也是三天两头 就在朋友圈里换着花样晒野兽派 然后尹盛就入套了 他自诩排挤出众 以为自己找到了一夜报复的财富密码 每天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却不知他已经一脚踏进了泥沼里 还在无知无觉地往深处走 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 徐靖雪爱秀 那我就捧着他 捧得越高 将来才能摔得越狠 我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出羡慕嫉妒 说屈伯是独生子 就算他不回家 将来娶家的家产也都是他肚子里的儿子的 徐靖雪被我捧得飘飘然 跟邹盈盈斗得更来劲了 那钱花的就跟流水似的 至于这钱 当然得问尹盛要 但尹盛还能负担多久呢? 这种赌博网站的套路屡见不鲜 先给点甜头 只要等于上钩 就只能认他们宰割了 很快尹盛就开始输多赢少 但他不甘心 毕竟之前轻而易举就赢了那么多 他说服自己只是一时运气不好而已 然后就跟着了魔一样往里面砸钱 而且每当他输得快要绝望的时候 网站就会让他小赢两把 让他又重新燃起希望 之前赢来的钱很快就没了 甚至还跟网站借了几十万高利贷 但他坚信自己只要赢一把大的就都能赢回来了 这是典型的赌徒心态 再加上 徐静学打着孩子的名义三天两头地要钱 尹盛最终走到了挪用公款的地步 一开始 他想着自己就借用两天 等赢了钱再偷偷补上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 可有一就有二 不知不觉间窟窿 变得越来越大 他再想抽身 就已经晚了 而我则偷偷给公司发了一封匿名检举邮件 并且特地发给了尹盛跟我提过的他在公司的死对头 因为事实确凿 尹盛很快就被停职查办了 公司念在他是老员工 虽然开除不可避免 但只要他在一个月内把窟窿补上 就不追究其法律责任 尹盛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筹钱 卖房卖车 讨债借钱 得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把钱凑齐 但在此之前 他先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因为我要起诉离婚 只要我用离婚拖住尹盛 房子车子等一切婚内财产 他就没法卖了换钱 尹盛还想翻身 做梦 起诉离婚后 我就打包行李从家里搬了出来 但我没回爸妈家 而是来投奔了徐静雪 徐静雪知道 尹盛完蛋后 脸色就很不好看 毕竟提款机没了 跟邹盈盈的攀比 只能再次以惨败收场 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曲伯的态度 让他也担心起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他怕如果真是尹盛的 那等孩子生下来 曲伯一做亲子鉴定 他可就完了 我察觉到徐静雪对肚子里孩子的态度转换 一改之前的小心翼翼 就猜出他在想什么了 他想把孩子打了粉饰太平 就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好心提醒他 你可得小心点 这都七个多月了 要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个好歹 你也得跟着去一趟鬼门关 徐静雪惜命 自己上网搜了搜 越看越害怕 最后只能打消了念头 而我跟尹盛的离婚案也进入了庭前调解阶段 我拿出他在足玉城的多次特殊消费记录 要求他净身出户 尹盛自然不肯 于是双方律师开始扯皮 我则把手机一关 跟个没事人一样 就住在徐静雪家里陪他代产 反正该急的人是尹盛 我就算一分钱都拿不到也要托死他 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越来越近 尹盛终于放弃了卖房卖车的打算 转而想到了之前借给尹新的那笔钱 那是我们这些年的所有积蓄了 足够堵住一半的窟窿了 可尹新刚买了新房准备结婚 钱是肯定还不上的 尹盛想逼他卖房还钱 却被公婆打骂着赶了出去 很显然 天心的公婆在知道尹盛如今的情况后不但没想着怎么救她 反而把她当成了一枚弃子 因为是一家人 当初公婆借钱的时候可是连个欠条都没打 现在隐胜也只能自认倒霉 他又想跟亲戚朋友们凑一凑 但我已经把他为了赌博挪用公款的事情宣扬得人尽皆知 谁会给一个赌鬼借钱呢? 徐静雪是真急了 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 他害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作为他的好闺蜜 我当然得让他心想事成 我叔叔是医院的南科主任 我当初就是去给他送东西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屈博的病例 才知道他有无精子症 我找了个借口跟叔叔要来了屈博当初的电子板诊断书打印了一份 然后装作无意间从徐静雪家里找到的 当徐静雪看到那份诊断书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脸白得简直像鬼 再联想到屈博得知自己怀孕后的一系列反应 徐静雪就知道自己这次玩脱了 屈博是真的要跟他离婚 徐静雪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又重男轻女的特别厉害 如果不是遇到了屈博 他可能真要被卖给老光棍、给弟弟、换彩礼钱 一想到自己离婚后带着孩子没人管的凄惨下场 徐静雪是真的后悔了 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要 他早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安慰徐静雪 反正屈博也生不出孩子 就当这孩子是收养的不就行了 以后不还能替你们养老送终 徐静雪眼前一亮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徐静雪低声下气地给屈博打电话 约见面说要坦白 然后花了个病假装迫不及待地去了 临走之前还跟我串词 就说他是被强奸了才不敢告诉屈博 还让我给他作证 他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用网络虚拟账号给屈博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是隐胜的多次酒店开房记录 附赠一张隐胜和徐静雪的亲密照片 是我从超市监控中截图的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于是徐静雪满怀希望地去了 顶着被扇红肿的脸颊回来了 彻底崩溃地大哭 我都能想象得到屈博听完徐静雪胡扯后的愤怒 毕竟徐静雪都到这时候了 还在拿他当后耍呢 他再也不会相信徐静雪说的哪怕一个字了 何况那个肩夫还是隐胜 更让屈博觉得自己简直绿道发光 毕竟我跟徐静雪是多年的好闺蜜 屈博和隐胜自然也跟着成了哥们 要不是徐静雪这是闹的 这时候屈博肯定是头一个给隐胜借钱的 不光徐静雪挨了一顿巴掌 隐胜 当然也没能逃过屈博的一顿打 听说都住院了 隐胜和徐静雪不要脸 屈博还要脸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也没有传出去 但徐静雪和隐胜是彻底谈崩了 我听见徐静雪躲在卫生间里跟隐胜吵架 两个人互相指责 恨不得捅对方几刀 徐静雪说 孩子生下来就让隐胜带走 他是绝对不会养孩子的 隐胜则威胁徐静雪要曝光两人的奸情 让徐静雪想办法给他筹钱 现在这两个人都被逼上了绝路 只差有人轻轻推他们一把 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而我就是那个人 徐静雪非要喝酒 我只能陪着他借酒消愁 他喝多了就开始骂屈博 狗玩意自己不能生 还不让我生 自己花天酒地还说我恶心 活该断子绝孙 他凭什么要跟我离婚 有钱又怎么样 还不是个没中的窝囊费 我附和道 你说得对 这些狗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徐静雪猛地把啤酒一拉罐砸在桌子上 恶狠狠地说 都该死 一个两个都是该死的狗东西 我装作罪糊涂了 傻笑道 你说得对 要是屈博现在死了 就没人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了 徐静雪愣住了 就听我接着说道 反正你们还没离婚 别人也不知道 你肚子里这个就是娶家唯一的种 到时候不就什么都是你的了 徐静雪听了我的话 突然眼前一亮 毕竟这个法子虽然冒险 但却是一本万利 也是他眼下唯一能够翻身的机会了 就是不知道我铺垫了这么久 他能不能狠下心来 一觉醒来 在徐静雪的试探下 我说自己喝断片了 昨天晚上说过的话也都忘了个干净 看我神色如常 徐静雪松了口气 对我也比从前更加亲热了 但他开始频繁地背着我跟隐胜打电话 却不知道我每天半夜都会翻看他的手机 就算他删除了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但我知道他的密码 通过网上营业厅还是能够查出通话往来记录 随着月份大了 徐静雪越来越是睡 晚上根本醒不来 睡得就跟猪一样死 无数次黑夜中我站在徐静雪的床头 无数个从前跟隐胜同床一梦的夜晚 想起女儿童童倒在血泊里的样子 我都想直接亲手掐死他们 可这样未免也太便宜他们了 而且这样的人渣也不值得让我赔上性命 我之所以周旋筹谋至今 就是为了让徐静雪和隐胜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不急 我告诉自己他们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 有一天徐静雪突然莫名其妙给家里的阿姨放了假 却跟我说是阿姨家里有事 所以急着要回去 就她最近越来越大的脾气 要不是我私下给阿姨发红包 哄着 阿姨早就走了 所以她这边一说放假 阿姨转头就跟我打了招呼 让她的谎言不攻自破 释出反常必有妖 我又跟二叔打听了下 果然听到隐胜已经出院的消息 徐静雪还跟我说她想通了 要跟屈博离婚开始新生活 我就知道她这是下定决心 要动手了 她给屈博打电话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黑着脸通过其他朋友才七拐八弯地联系上了屈博 屈博正在醉生梦死 根本不想再搭理徐静雪 听她是要谈离婚的事才勉强答应明天回来一趟 挂了电话后 徐静雪松了口气 整个人看上去既兴奋又忐忑 我安慰她 没事 好歹你们也在一起这么多年 屈博应该不会让你净身出户那么狠心的 徐静雪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我接着说道 就算以后不能再跟邹盈盈比 但只要你勤快点肯吃苦 日子肯定能过下去的 看着徐静雪不甘心的眼神 我最后又加了把火 再说不是还有我吗 最近有公司开出高薪要挖我 以后 大不了以后 我养着你们 徐静雪最见不得看我比她过得好 这会让她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了 她怎么能受得了 果然 几乎是这句话刚说出来 我就能看出来她的眼神变了 她不自在地避开我的目光没说话 伸手摸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 眼神越来越坚定 徐静雪特地把时间定在了晚上 从下午开始就焦虑地在家里走来走去 平均每分钟要看十次手机 不知道是在等曲博还是隐胜的消息 眼看着时间临近 我做事准备要出门 却被徐静雪一把拉住了 她警惕地问我 你要去哪儿?我理所当然地说 一会儿你跟去博谈离婚的事 我留在这儿不太好 还是先出去避一避吧 徐静雪却不肯放我走 死死地拉着我的手不放 她硬挤出可怜巴巴的样子说 你还是留下来陪我吧 我一个孕妇 万一娶博动手 打我怎么办 你放心留我一个人在家吗? 我发现自己真的是太了解徐静雪了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设想之内 徐静雪现在已经不相信我了 或者说已经开始提防我了 毕竟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光是出轨的隐胜 还有彤彤的死 她既然已经决定要一条路走到黑 就更怕我将来知道真相后跟她反目成仇 我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想把我也一起杀了 这其中肯定也有隐胜的功劳 毕竟我最近没少刺激她 她现在对我可是恨得咬牙切齿 我死死盯着徐静雪 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你真想让我留下来 那你可别后悔 徐静雪避开我的目光 嘴唇却仰起了笑意 亲热地拉着我去吃刚蒸好的及时燕窝 我知道我的那碗燕窝肯定有问题 但在徐静雪的注视下 我还是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 反正不过是维生素而已 就当美容养颜了 前天晚上从徐静雪的微信支付账单里发现药店的付款记录时 我就留了心眼 果然在她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发现了安眠药 毕竟她想伪造出我和曲伯意外死亡的现场 自然不能留下挣扎的痕迹 那安眠药就是最好的手段了 吃完后 她故意缠着我去她的卧室聊天 美其名曰 消除紧张 我配合她不一会儿就装作支撑不住睡着了 徐静雪先是叫了我几声 最后竟然还往我脸上打了一巴掌 幸好我忍住了 没有做出反应 确定我睡着后 她就放心地关门出去了 我趁机给曲伯发短信 告诉她安眠药 被我换成了维生素的事情 让她不要露馅了 从徐静雪给阿姨放假那天 我就去找了曲伯 告诉她徐静雪想要杀了她 掩盖孩子是隐胜的这个事实 曲伯起先不肯相信 毕竟他们是从学生时代一起携手走过来的 就算徐静雪出轨让她喜当爹 她也不相信徐静雪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直到我拿出彤彤出事那天的超市监控 曲伯看完后就不说话了 是的 她也记起来彤彤死后那段时间 我的崩溃绝望 而徐静雪是怎样温柔细心地照顾安慰我的 作为害死彤彤的罪魁祸首之一 徐静雪却能在我面前神色如常 没有露出一点端倪 怎能不让人寒心 所以她最后还是将信将疑 决定陪我演这一出戏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不知过了多久才听见客厅里传来开关门声 然后是曲伯的声音 外面断断续续传来争执声 渐渐趋于平静 最后彻底安静 不久后客厅再次响起了开关门声 这一次的来人是尹圣 徐静雪大着肚子 根本没法把曲伯一个大男人移动到卧室的床上 所以他需要一个帮手 尹圣既是他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现在又极度缺钱 当然是不二人选 尹圣把曲伯拖到了床上 然后他们两人就分工合作 把我和曲伯拖光了摆出亲密的姿势 做完这一切后 尹圣还不放心地问道 你确定他们不会突然醒来吧? 徐静雪冷笑着说 我放的剂量足以让一头牛睡三天 你说他们能不能醒过来? 我清楚地感觉到曲伯的身体紧绷了一瞬 好在那两个人正往外走没有察觉到 外头传来两人的脚步声 我知道他们正在精心布置火灾现场 徐静雪最近在游览器上进行了很多相关搜索 曲伯家是独栋别墅 私密性极好 前后左右的邻居都离得很远 现在又是半夜 放火的确是最好的毁尸灭迹的办法 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格外煎熬 我和曲伯就这么僵硬地等到客厅的关门声响起 才迅速地各自背过身去 尴尬地穿上衣服后 刺鼻的味道也传进了房间 外头肯定已经着了起来 但我和曲伯都没有急着往外跑 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直到烟雾已经弥漫进了卧室 我们两个才一脸惊慌茫然地开门出去 果然看见厨房里熊熊燃烧的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客厅 往外跑的时候 我拿走了鞋柜上的装饰熊玩偶 和曲伯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等消防车来的时候 我就和曲伯就站在院子里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比烈火更可怕的是人心 后来我把玩偶熊交给了警方 说里面有微型摄像头 我说 那是我听了曲伯的话后 为了验证徐静雪是不是真的跟我老公有染财安装的 里面清楚地录制了徐静雪和伪装城外卖员的尹盛 蓄意纵火企图杀人灭口的全部事实 他们那不堪一击的不在场证明 根本就经不起调查 警察很快就查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徐静雪和尹盛互相攻击企图 把主谋的罪名推诿给对方 最后徐静雪手机里的搜索记录成了关键证据 徐静雪被定罪为案件主谋 且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隐胜虽然是从犯 但被公司以挪用公款罪起诉 别家刑期一共是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彤彤的死 没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但我从一开始 就发誓要让他们用一辈子来赎罪 后来我分别去见过尹盛和徐静雪 给他们看了彤彤出事时的监控视频 事到如今 他们也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就像彤彤的死只能算是个意外 我就算知道了真相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同样的 也没有人胁迫他们 我只是利用他们的弱点抛出了诱饵 愿者上钩 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 所以就算他们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只能说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分别欣赏了两人在玻璃窗对面的无能狂怒后 我只觉得通体舒畅 让这两人罪有应得后 我终于放下了心结 决定彻底和过去一刀两断 至于徐静雪肚子里的孩子 生下来后法院就依法判决给了公婆抚养 但在此之前 我跟尹盛的离婚案件就被特殊受理 尹盛被净身出户 我顺利拿到了所有资产 公婆不甘心来我家闹 竟然还想让我给尹盛养孩子 真当我是好欺负的 我拿出当初他们为了给尹新买房 来借钱时的录像 视频里他们可是清清楚楚说了借款数额和还款时间 所以只要我追究法律责任 他们就得还钱 甚至连尹新的新房都保不住 最后两人灰溜溜地走了 我干脆利落地卖掉了这间生活了数年的房子 只带走了童童的一些东西 我辞掉工作去了其他城市发展 和从前认识的人都渐渐断了联络 跟曲博也没有再联系过 但偶尔回来看爸妈 还是能听到一些消息 据说她一直没有再婚 而我也无心在谈感情 一心扑在了事业上 倒也算是小有成就 但在我三十五生日这天 被我妈逼着去相亲后 没想到对象竟然是曲博 我们四目相对 忽然就都笑了 小船 很高